再來看行物航空之前因為基本 嚴悟 事情是鬧角 這麼大條 當署長 張國衛 又說他幾天沒睡 後來自己去把火電機塞回來臺灣 民航局也調查 張國衛 剛有過了 粗暴結果一天做時間沒有超過十四點鐘 不過剛有去的睡完十點鐘 不可能是還在調查 另外行物航空 上個月二月八六三期 張國衛 也自己塞火電機 再一個面前去教室唱那首 民航局也要調查看港有違法 先有航空中一個發生萬分的情形 當署長 張國衛 前進去日本 把火電機塞回來臺灣 雖然因為他說他幾天沒睡 他去過了的紀錄 交通報名航局局長 能夠發言水平調查上新的進度 這次在整個處理上面 包括有沒有違法AOR 比如說要執行前的十小時休息 跟後面的十四小時 那剛才局長已經談到這個都要調查 如果調查屬實 我們就按照AOR的規定來懲處 民航局長林國憲表示 因為中國衛 有違反過落的紀錄 當地的調查當中 經濟了解 中國衛 設置環點過兩點 但火電機去日本 在日本當地時間才去九點 才會A35空火電機回來臺灣 雖然沒有超過十四點鐘 在近的時間 不過火星之前 感受小睡十點鐘 還在在查證當中 目前美航局設備已經 擁有航空航母和紀錄人員 按照這兩天 會擁有航局長官員本人 不過長官員最近的政議 不然這次站 長官過一日 先有六三機頭一班機爪 是長官員做加速 不過少許火 火星人員在網站 是去加速村裡面 兩個人又做會協想 美航局目前在調查 有違反未通法 有關進入加速村的規定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才可以進入駕駛艙 原則上就是飛行的正負駕駛 簽派人員 還有就是跟機物有關的 了解飛行安全的機物人員 屬於就是特殊的 可以進入駕駛艙的人員 你在飛航途中 為了避免發生比較有人員 可能要挾持飛行員 或者去做一些破壞的動作 基本上我們都是非常嚴格 禁止人員進入駕駛艙 省武航空成立以來 無情也沒有相關受彩虎的記錄 美航局表示 那是差距是屬實 如果有意共駕駛的 方法不可的合遣 那如果公司可能會不入境駕 那這是方法60萬以上 卻不至於這點 省武航空公會配合調查 記者總好報道